每年5月份开征房屋税 花联地区开征件数有9万5千多件 税额超过了5亿7千万元 地方税务局表示说 缴款书在4月底都寄出去了 如果民众没有收到或者是遗失了 可以向税务局或者是各个乡镇市公所来申请补发 也可以上网直接申办补发和缴款 房屋税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今年花联地区开征件数有9万5千多件 税额超过了5亿7千万元 地方税务局表示 缴款书在4月份已经全部寄出去了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或者是遗失 可以向地方税务局或者是各乡镇市公所来申请补发 房屋税的缴纳期间是5月1号到5月31号 本县的开征件数是9万5千多件 那缴款书已经在上个星期全面的寄发 民众如果没有收到缴款书 可以自税务局 税务局、玉里分局或者是乡镇市公所的柜台申请补发 那另外更便利的方式是可以到税务局的网站 透过线上申办补发缴款书 那针对缴纳的方式除了传统的到金融机构的柜台 便利超商柜台零柜缴纳以外 还可以透过手机扫描缴款书上的APP来做缴纳 那针对线上缴纳的部分也可以运用自然能凭证 那做电脑上面的线上查缴税 所有局鼓励大家多使用网络线上查缴税款 既方便安全又可以参加抽奖 有任何房屋室的疑问可以拨打免付费电话 0800-000-321或者是03-8226-121转232-239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